周生活频道,我是Alan 今集跟大家讲讲投资 又到税结的时间,即是澳洲6月30日 就是每年一度的年结,所以开始大家都要准备报税 我也要在这时候回顾一下我过往 这一年我的投资回报究竟是怎样 也希望可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看看 我买了什麽投资产品 过往大家都知道,我没有买个别的股票 而我通常会是懒人,会买一些ETF 主要我手上有四个ETF 这四个都叫做有上升,有些很轻微的上升 有些是非常可观的上升 为什麽我这麽着欲,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到我买到现在为止,它们升了多少 大家知道我都是投资移民 我过往在大概两年多些之前 就开始买这些ETF 总数我们不说了 如果我分这四个ETF 我买了四个,分别是什麽呢 就是IOO,就是Global 100 第二个就是IOZ,这是澳洲200个成份股的ETF 第三个就是NASDAQ,NASDAQ 就是NASDAQ100个主要成份股 第四个就是SYI,这是很特别 澳洲的收息股的ETF 专选这些声称是派息派得高的股票 究竟哪一个的回报好呢? 哪一个的增长够好呢? 我们逐个跟大家讲一下 讲之前,希望大家赞好 好吧,多说那句,老规矩就赞了才看 如果第一次看的朋友 你会觉得原来这个投资的节目 也挺适合我 那你不妨订阅 我未来再有其他有关投资的分享 就可以立刻看得到 第一个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IOZ 这就是Global 100 就是讲全球100大股值的股票 放在里面 作为一个ETF 是被动的追踪的Tracking Fund 而我买了之后到现在 它的总值升了多少呢? 哈哈,45% 这个我很开心 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舒服的感觉 大概两年多左右就有45% 大家想知道更多 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Morningstar.com 里面的讲解 第二个是ASX的200 这个叫做IOZ IOZ 就是澳洲的200成分股 我在买了这两年多以来 它的增长强差仁异 只有11% 它的回报除了增长之外 还有派息 派息大概有4.4% 即是加起来 即是有15% 左右 那就好过没有了 第三个是Nested Nested的100 就是NDQ 这个它的回报挺好的 有50.2% 在两年多以来 就有50.2%增长 而另外它的股息 只有很少 只有0.9% 大家都知道 Nested这些股票 它很多时候完全不派息 有些如果派的话 就派很少 所以它总体来说 它的股息只有0.9% 最后想说的是 澳洲派股息为主的股票 这个代号是SYI 过往以来 给到我的增长是0.8% 即是1% 也不够 因为它说明 都是一个叫做 股息股 派息股 所以它就不是 务求很大的股票价值的增长 即是capital gain 不是很大的 好了 你问我 它的股息会派得很厉害 很爽 我最初也以为是 我一买的时候 它声称有8厘至9厘 我看回今年来说 Round the year 它的股息派出来 是6.3% 只是高过 买定期存款 多少少 再加上0.8% 即是剩下 大概7% 就剩下定期存款 少少 所以这个 不是我杯茶了 我相信 我接下来 重新定定位 究竟我是否要长期持住这个 另外一个 我想跟大家分享 究竟我应该买收息股好 还是买增长股好 在澳洲 这个万岁之角的时候 我们发觉 买一些派息股 有些不便宜 反而买一些增长股 会有一个程度上的便宜 在这里我下一次再讲 今集先讲到这里 好吗 如果你喜欢的话 给个赞我 留言 给个拍手掌 给个赞我 我也很开心 而下一次我希望可以说 究竟派息股 和增长股 在澳洲来说 在这个万岁之角里面 究竟有什么大分别 分别可以非常之大 这一集我们下次再讲 好 说到这里 还喜欢的话 当然要点赞 下集再见 拜拜